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雅玲 欢迎收看踏出地平线 近几年台美关系被视为是史上最紧密的时刻 到底这里头我们的侨胞有多少贡献呢 许多经商有成的台商们 就透过常年在美国主流社会所经营的人脉与资源 帮助台湾在各项议题中更加站稳脚步 像是国策顾问杨信 田一红 玉山美国公司总裁江明信 是华工商妇女协会八成分会创会会长白月珠 世界台商总会首任总会长蔡仁泰 他们都扮演台美关系重要推手 接下来系列报道中我们会一一介绍 这些台侨们如何透过民间力量与政府分进合集 让世界愿意为台湾开启 友谊的大门 首先带您看到美国第二大城洛杉矶 它是全球最多台义人口的海外城市 在这边有许多侨胞用他们的影响力 结交美国参众议员 展现草根外交的力量 像是国策顾问田一红 他是美国知名银行家 投资事业广阔 去年还被拜登政府任命为 财政部顾问委员会的委员 田一红善用他的人脉 在关键时刻帮助台湾 尤其2021年台湾爆发本土疫情 仍在海外的田一红心急如焚 想着如何帮台湾争取疫苗 当时他不断向美国政坛好友请愿 像是美国卫生部长贝希拉 以及众议院院长佩洛西 最终真的成功替台湾争取到疫苗配额 另外田一红也积极促成美国政要来台参访 像是2018年加州议长蓝道安率领四位众议员 来台拜访蔡英文总统 背后就是田一红一手牵线的 今年70岁的他将人生重心摆在回馈台湾 但其实他不是架杠的台湾郎 而是新加坡人 会如此热爱台湾 是因为他24岁之身前往美国打拼时 在当地受到许多台美人的帮助 后来还娶了台湾妻子 加深了她与台湾的缘分 一起来看这位台湾女婿 如何用行动来回馈台湾 美国第二大城洛杉矶 因地理位置及气候宜人 是多族裔聚居的多元化城市 其中台裔人口达26.3万 是全球拥有最多台裔人口的海外城市 在这大小侨团将近上千个 侨民活动相当火月 总统蔡英文海外出访 就曾两度过近洛杉矶 举办大型桥宴上 有台参众议员轮番登场 这背后少不了台湾桥林居中牵线 其中扮演重要推手之一的 是国策顾问田怡宏 美国接触银行家田怡宏 是皇家商业银行创办人 曾担任多年总裁首席执行官 他于2021年被美国总统拜登 任命为过去鲜少有亚裔担任的 财政部属下顾问委员会委员 同时也是现任台湾国策顾问 巧务咨询委员 致力于推动台美关系的田怡宏 其实是新加坡人 与台湾的缘分源自1967年 抵达美国发展的第一天 基本上当我来美国的时候 到了我都不用怎么办 所以那时候刚好 大哥的一个朋友说住在美国 就就拜托他到机场来接我 那个人就是邻国员乔委员 那时候他在经营旅馆 我就住在他的旅馆 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等于是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 住在美国的相亲 基本上我所有的朋友 都是通过他认得的嘛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才踏入了台美人的圈子 透过巧务委员林国燕的协助 24岁的田怡宏 在美国顺利安顿下来 随后更娶了林国燕表妹为妻子 成了台湾女婿 而田怡宏会跨足银行界 拥有一番事业 也是受另一位台湾人 前总统府资政吴李培的提拔 除了职押上的帮助 吴李培还在政治方面影响田怡宏 时常与他分享台湾政局 我所有金融方面的知识 都是吴资政的教导 那不再上班的时候 吴资政就会跟我讲 他在台湾的一些事情 那时候他在党外就已经是 一直在帮助台湾的党外的一些活动 所以他都会讲给我听 台湾侨民信息台湾的精神 让来自新加坡的田怡宏内心向往 自此田怡宏开始活跃于台湾桥社 以台美人自居利用人脉与资源 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直接加码三倍 美国勇情捐赠的250万基末 美国对台湾的承诺 2021年台湾本土疫情爆发 疫苗成了预防最佳良药 美国政府于当年6月 交付250万基末德纳疫苗 是原本承诺捐赠数量的三倍 这背后除了驻美代表处努力之外 少不了桥界总动员奔走协调 其中田怡宏更花尽心思 当然我是非常关心 也有请这些长期认识的这些官员的 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在我认识的这些民选官员 很熟的会跟他直接打电话 跟他讲关于台湾的情形 认识的所有的动员都会用 属性的方式跟email的方式 跟他们联系 习惯低调形式的田怡宏 口中的民选官员 正是他的多年好友 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以及卫生部长贝希拉 亲自向他们请愿 争取攻台疫苗配额 其实他们都蛮正面的回应的 他们其实他们都说 他们会帮忙去沟通 据我知道他们的确也有 用他们的影响力 去帮助争取一些疫苗 当我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他们都想说台湾没问题 台湾非常好 我遇到的 他们的回应反而是这样 台湾成功获得疫苗 挺过一波险峻疫情 背后功臣之一的田怡宏 不敢居功 这个疫苗每一个台湾人 都做了他该做的事情 据我知道就是说 其他各地的台美人 他们都会用他们认识的一些关系 请求一些帮忙 我想大家都会做 我不敢讲就是只有我做了 首先我要欢迎南道安议长 跟加州众议会的议员访问台湾 田怡宏也曾主动出籍 推动台美官方交流 2019年加州众议会议长 蓝道安及四位众议员 造访台湾 被访总统蔡英文及外交部 就是由他一手促成 田怡宏能与美国政要通上电话 甚至邀请来台 如此好交情并非一蹴可就 而是深耕数十年的力量 一般上我们支持他们 我们必须要在他们 刚刚开始从政的时候 就开始跟他们在做一些接触 那我们才能够打下 这个很好的关系 跟这一些参中 跟这些都是靠他在打拼 跟他的那个外交关系 真的是 真的是没有办法讲 替台湾做这个外交关系 真的没有人可以替代他 台湾会馆成立了二十年 那一直都是我们台美人在台湾的家 其实台湾会馆就是有一个凝聚力的一个力量 就是说我们台美人都把这里当作是我们的一个精神的堡垒 今年七十岁的田一红更替台美人的永续传承提前铺路 有感于洛杉矶台湾会馆老旧 连年承受庞大运作费用 恐难以经营下去 2018年担任台湾会馆董事长时 便自掏腰包捐赠百万美金 发起募资计划 要将台湾会馆重建成四层楼的混合式建筑 一二楼作为会馆使用之外 店面及三四楼对外出售或出租 作为收入让会馆永续经营 我们认为这样子的话 对将来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 能够继续要有心来维持这个台湾会馆 有心把这个台湾会馆当成我们永远的家 是一个长远的目标 也就是一劳人一个决定 造福年轻一代台美人 田一红也创立了台湾青年美国职业发展协会 协助台湾留学生留在美国就业 提供平台与机会给寻找工作的台湾年轻人 他提供非常多的协助 不管是经纪上的协助 还有他的这个背景是银行业 所以他在银行这边也是提供一些专业的协助 那还有他本身也是亲力亲为 就是根据他的在美国的这个三四十年的经验 帮我们周边拉了很多的资源 然后让这个协会可以成长下去 田一红热衷于台湾各个面向 还促进台美饮食交流 把台湾珍珠奶茶品牌带领进美国 再把美国知名糕点品牌带领到台湾 为何对台湾如此热爱 田一红的台湾妻子给了这样的答案 以我佛教的观念 也许过去是他当过台湾人 他没有一个卫手 他就是很自动 很自发性的 他也不是说别人来推他 我给你什么地位 什么名利 什么来引诱他出来做这些没有 他完全是他自主性 他很喜欢很高兴 我的名字中间是银嘛 那银是圆字旁的银 所以是我太太跟我讲说 你的名字里面是一个银 银语的银 然后是一个台 你大概就是真的是 会要真的去台湾发声 替台湾做一些事情 我当然我说是啊是啊 与台湾的缘分 从在洛杉矶下飞机那一刻就展开 造就了如今的田一红 而田一红也用感恩传承的心 回馈深爱的台湾